一月没有提示的隐藏任务 不错 真就亏大发了 在乌王坡的这个位置 跟前面的小姐姐对话 玩世就会接到隐藏任务 接着来旁边这里 跟圆盘对话 然后来这三个地方 启动这样的雕像 回到圆盘这里填个珍贵的宝箱 再来清测庄的这个位置 跟前面的小女孩对话 玩世再来这个传送点 跟我回头往前走 跟老奶奶对话 对完话继续往前 我们需要爬到面前的最高处 上来先填个神棚 接着跟圆盘对话 玩世跟我面向东北方的树 往前启动雕像 接着右转启动第二个雕像 然后再右转启动第三个雕像 再左转启动第二个雕像 玩世填个珍贵大宝箱 再跟我来这个传送点 过来跟着我从右边爬 来到这里 先把地上的苹果捡起来 不要浪费 接着跟圆盘对话 玩世跟我面向北方 先激活中间的雕像 接着是右下角的 然后是左上角的 再来是右上角的 最后是左下角的 玩世又舔个珍贵大宝箱 舔完回来找老奶奶对话 接着来这个位置 跟着我往前走 打开前面的大门 然后往前启动机关 再干掉独眼小宝 玩世继续跟着往北方向走 到这里舔个环丽大宝箱 然后用荒星点椒舔的神童 接着后面还有一对宝箱 别忘记舔 还有仙灵猎别忘记 舔完回来和老奶奶对话 玩世还能舔六十元时 舔吧舔吧 偶尔 我们